在的G的宇宙,我们往往会散造物主的神奇。 自然界每一刻皆有无数的事物在同时运转,而其整体却又是那么协调。 我们身上的G的真理不也是一样吗? 每一分一秒,我们身上皆有无数的生化反应物理作用等同时发生。 道的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,不用学习,不用思考其作用, 虽承天上合起来却只有一个自我,一切就条不问自然而成。 道在无身,运用自如,在眼能视,在耳能听,在口能言,在鼻能闻相丑。 在身能运用情动作是,此即道在我身之妙用。 所以我们了解了道不只主宰这天地万物,更主宰我们一生。 宇宙根本源头最高主宰于我一生主宰,并非二也。 道的本体无情无相,我们肉也看不到它,手也摸不到它。 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再发挥其妙用。 更静而随着天时及环境,而发展出语言文字经典及造福人类的文明。 此即是我们良知良能之作用。 一般人,不了解道在于我们自身的本体和妙用,只模糊意识到它的存在。 便以灵魂代表它,我们称其为自信老。 因其没有生灵,也不会坏坏,我们也称其为真我,此真我乃是最富足、最圆满、最光明、最完美、永恒、不秀的。 现在我们来生一看,看得见摸在这有形有象的肉体,能不能代表我把一个人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照片拿来比较。 我们就可发觉,面貌是无时无刻不再变化的。 我们一般均习惯地像貌肉人,但像貌却不是永恒的。 我们的肢体也不是真我,某些人不幸失去了一只手或一只脚,仍是好好的活着。 我们的内脏呢,现在科学昌明,其自己能把动物的心脏成功力直入人体。 我们不能因此说,这人不是他自己了。 就算猴的脑细胞,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,不断地在坏死减少和变化之。 因此,有形有象的肉体,只是真我的一个工具而已。 是一个人,不断地在坏死减少和变化之一。 在坏死减少和变化之一。